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十二生十 十二生十 数十步 共九化 甲骨纹下面的这样的字形是一种石器 装着煮熟的米饭 左右两点像掉落的饭粒 上面的形状呢 根据林毅光文员的说法 像是道口 也就是一个人向下张着大口 整个字的结构 像一个人向下面张着大口在吃米饭 所以这就是石字的本意 所以石在六叔归类应该是属于象形字 词性是动词 经文写成这样 撰文是这样的形体 下面的石器就看不出来了 石的立书写成这样的字形 跟现在的楷书差不了多少 我们刚才说 石的本意是吃东西 例如礼记大学篇 石而不知其味 石欲不振 是说吃东西胃口不好 后来隐身 凡是从口里进去的都叫石 例如汉书余定国传 余定国石酒 至树淡不乱 石酒就是饮酒 而我们说石言 就是指说出去的话 又吞回去了 表示不照着自己说出来的话去做 石字由吃东西隐身 转换为被吃的东西 也叫石当名词用 例如民以石为天 这里的石就是食物 而粮食面食的石 指的是食物的意思 石字还可以通这个石 当作窥石讲 例如一经灵挂 月银而食 石字还有另外一个意 刺 那是跟刺字是一样的 拿食物给人或是牲畜吃 叫做刺 例如汉书淮英侯传 刺我以其实 这第一个刺就要读成刺了 每日一字 今天就为您介绍到这儿 谢谢您收看 我们下次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